Hello 大家好 接著上次分享 今次分享大團隊的點滴 經常問到 被人問到 Berry你為何做得到 我在這行十幾年 都未帶領這麼多十萬人的團隊 你是一個小白的 根本這個行業 又不夠英俊 又不夠1.8米高 說話不能唱信 有沒有影響力 你怎樣做到呢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其實我都 經常想想想 但自從這位朋友這樣問我 我是想一想 究竟有什麼原因做得到呢 想一想去 最近才想到四個字 心智模式 心智模式不一樣 就是打造一個不一樣的你 什麼的心智模式呢 如果大佬是我們的思考硬件 思考就是我們的軟件 它會記載你成長的過程 接收一切信息 接收一切信息 以及你的應對 反應 一個組合 然後提連了一套 信念 和規律的框架 正如 我們經常說 有這樣的信念 你有這樣的想法 有這樣的想法 有這樣的習慣 你就有這樣的行為 有這樣的行為 你就有這樣的性格 你有這樣的性格 你就會有這樣的結果 你的結果就是你的命運 我相信就是這裡不一樣 所以就是說 我們看到一些富人 愈富愈有 窮人愈窮愈窮 在田地有一樣 我看到很多時候 進了一班人大喜大樂 今天很多人進來 過了一段時間 那些人都離開 我覺得就是 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就是心智模式出現了問題 今天如果你想在你的人生 大翻身大轉變 你一定要留意自己的心智模式 你其實 你究竟為了做這件事 你會用什麼的心智 或者用什麼的信念去做呢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我的成果 我的成功 小成功 叫做 不一樣就是心智模式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 下次跟大家聊 再見 拜拜 一句說話 你快點是 upgrade 你自己的軟件 你就會 在2024年呢 絕對是翻身 絕對是脫衰弧骨的一年 加油 做的 不要緊 你應該沒有 你我們想把手勤 走 快一點 想說 你坐 走 走